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海外物業透視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Netty 你們好 英倫銀行上個月率先減息 再一次刺激樓市上升 亦令到交投再一次活躍起來 而曼城作為一個大家都很喜歡買樓的地方 即使去年在一個高息的環境下 樓價仍然有2%的升幅 今次減息消息再次出來 究竟會否刺激樓價再一次飆升 相信都是很多人的關注點 而今集我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來自Swan Knight的QB和大家分享一下 和分析一下曼城的樓市 QB 你好 你好 QB 說起減息 其實英國減息比美國更快 英國的案件息口 近幾個月其實都有回落 QB 你觀察到 其實曼城當地的樓市有什麼反應 首先很多人都覺得 曼城現在好像是很多外國人去投資 亦都有一些想法 就是覺得 其實當地人是不會買 曼城市中心的樓 但是一減息之後 我其實會發現到 真是多了一個地方購入 是開始出來想買東西的 因為之前覺得利息高 都覺得 跟投資來說好像 不是很合理 你的息這麼高的話 我的租金就只有這麼多 他們覺得不是時候去看的 但這一刻 因為開始減息 就真的多了人出來去留意市場 是買樓來做投資的 即是多了人 因為減息 就去買樓來做投資 其實過去 在一個高息的環境下 可能在說倫敦 或者一些很核心的地區 其實樓價都要有所回落 其實想問一下 為什麼曼城的樓價 是可以一支獨售 其實很簡單 倫敦是這麼大 曼城市中心是這麼大 地是有限制的 市中心是這麼大 都這麼大 沒有了地 你建了這一棟樓之後 下一棟樓 其實是不知是建在哪裡 如果是市中心的話 所以說 如果在曼城市最最先駛 Dinskey 或者是Ring Road裏面的地 其實現在開盤來說 都是越來越貴 因為地是越來越少 但是倫敦來說 你也知道 其實這裡有一個 重生 那個是重生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發展的 所以我會這樣看 曼城是很限制空間 如果是說市中心的話 其實曼城就因為它是限制空間 以及亦有很多改善 所以真的是一個買點 是 兩樣東西都是在市中心裏面 我知道其實Manchester那裏 有很多一些新的發展區 其實樓價都真的升得很快 好像前幾年說的Deansgate 其實樓價都真的已經跪了很多 那麼今年我們又有些什麼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集中在曼城市中心來說 其實就是住宅區 Deansgate是一個比較高尚的住宅區 就是很多有錢的學生 KOL 白嶺都會喜歡住在那裏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住到那裏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 又或者應該有些年輕人 其實不會很喜歡住在很高的高樓大廈 反而想住在小社區那裏 所以最近其實都興起在NOMA附近 都有一些Family居住的小社區出來的 那裏來說 價錢又比較商議一些 租金亦都比較商議一些 以及亦都是適合小朋友 就是一家大小住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租金來說 對一些Family搬去會很吸引 是的 說起NOMA這一區 我知道其實香港的發展商 遠東發展 在NOMA跟曼城市政府 有一個合作的重建計劃 Gibby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計劃 其實是怎樣的呢 可以 其實香港發展商 再加英國的市政府 去支持的一個 曼城市最大的 regeneration 其實是首先第一次 這個regeneration 就是叫做Victoria North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area 其中它會除了有住宅之外 也會有自己小社區 有些商場 有學校 有些clinic 有醫院 是說這個小社區 分分鐘是說 有幾個metro站去連接住 即交通也很方便 生活配套也很好 我知道其實有一個項目 Red Bank Riverside 其實值得選擇的原因 QB覺得最主要是什麼 首先我會覺得這個社區 其實真的很綠柔柔 因為我自己親身去看過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 跟Dinskey有什麼不同 Dinskey就會覺得 好像九龍站那樣 很多很高的高樓大廈 但如果你真的想 適合一些young family住 有些綠化 有些遊樂設施給小朋友 或者是你有毛小孩的話 想和他們逛逛 這個area會比較適合少少 至於我們項目的規模有多大 不如我們就一起看圖 好 各位觀眾 我現在就和QB 一起來到這個 Red Bank Riverside的模型 旁邊就等QB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Red Bank Riverside Red Bank Riverside 其實是一個屋苑 它除了有住宅之外 亦都有一棟 你看到綠色這一棟 就是一個會所 這個會所其實都有很多設施 例如工作室、健康、酒吧、餐廳 所以住在這裡的租客 或者是業主都好 是非常棒的 因為很少有這樣的設施 是在英國慢食市中心項目 給住在這裡的人用的 我知道QB旁邊 就是新一期的King Fisher 我想問它的開架是怎樣 以及對比同區有什麼吸引力 就是可能是租金回報 或者是升值的潛力 我首先講一講 其實整個Red Bank Riverside 在我們今年3月的時候 就推出了第一棟 第一棟就叫Falcon 很厲害 在6個月內 其實已經賣出了九成 我自己都有投資了一個單位在這裡 King Fisher來講 就是整個屋苑裡面最高的一棟 售價來講 一房就大概275,000磅起 而兩房就375,000磅起 如果比起同區的物業來講 其實真的便宜了兩成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知道 Dinskate開盤也好 或者是萬城市中心 其他地方開盤也好 現在最基本 一房都在講謊 可能32萬磅起 而兩房都最基本 去到41萬至42萬磅左右 所以它這個project來講 我覺得性價比非常之高之餘 亦都很適合一些young family 投資也好 自住也好 是非常之好的 剛剛QB也提過 QB也是其中一位的投資者 其實你會覺得King Fisher裡面 你會推薦哪一種的 戶型和樓層的座向? 就要看大家是要投資還是自住 有些人就覺得我要很開揚的 其實因為這一棟樓 就是最高的一座 所以其實你買高層的話 無論哪個座向都好 都是非常之開揚 都能看到一個萬城市中心 我自己來講 我通常都喜歡看來源景觀 因為我都喜歡看很green area 所以一些單位來源 其實售價會再便宜一點 如果你說出租 其實都不太介意景觀的話 再加上來源真的不是差景觀 所以我都會覺得投資是買來源景觀 性價比就會非常之高 我們剛才其實都提過 就是香港的發展商 遠東發展其實都有份參與 這個發展的項目 想請問一下QB 其實遠東發展的交流標準 和一些設備方面 其實跟英國的發展商 有些甚麼不同的地方 首先香港發展商在英國棄樓 其實跟其他英國的發展商都一樣 但我要稱讚一點就是 其實大家都可能看過很多次 英國萬城某些發展商 是真是很出名很厲害 一向都知道他們的交流標準非常之高 其實遠東我自己親身都有看過 showroom或者之前成交過一些項目 其實交流標準真的很好 我都很驚訝廚房和廁所都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跟最好的發展商沒有甚麼分別 這也是一個信心保證 還有剛才QB提到會所會有co-working space 除了co-working space之外 還有甚麼設備 可以做健身 又有瑜伽房 最厲害是有自己的餐廳 因為其實這裡除了可以走到市中心吃飯 如果近近的話都可以用到Clubhouse的餐廳 如果你說想喝杯東西的話 他們這裡都有自己的resident lounge 你可以在那裡有杯啤酒也好 有杯咖啡也好 所以在這裡甚麼都做到的 會所的配套方面都很齊全 如果可能居民想去附近的區域那裏 玩一下吃東西 其實那裏的生活的交通配套又怎樣呢 非常非常方便 首先如果你說步行五分鐘 其實已經出到市中心 好像Selfridges Exchange Square那些 其實如果你去到Exchange Square的站 你可以去到曼城所有的地方 再加上如果你說 我想去遠一點的 譬如是出省的 旁邊就是Victoria Station 一個火車站 其實去哪裡都非常非常方便 如果你說真的突然之間很餓的話 除了我們自己這個clubhouse 去買到食物的話 走出去其實有Sainsbury's Tesco 都是在附近而已 非常非常方便 生活配套方面 我覺得是聽到很完善 我想問一下 就是這一期其實何時入伙呢 還有他們可以用甚麼付款方式 首先這一期就是2028年落成的 發展商也是非常棒的payment plans 因為它的首期只需要一成 你有一成首期 譬如打個比方你想買一房 275,000磅那隻 其實你現在大概有20-30萬港幣的話 你就已經可以做業主了 相對其他發展商 可能要你拿兩成三成這樣 就有少少吃力了 這個就是一個full-cut plan 10% 你就可以做到英國業主 然後去到2028年 就可以做on-kid了 如果在看的觀眾朋友 他們都想了解多些 我知道Swan Lake都會有一個展銷會 QB 有沒有詳情呢 我們10月5日和6日 就會在銅鑼灣柏寧酒店 26樓Canva 就會做一個展銷會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今天非常感謝QB 跟我們分析了晚城的樓市走勢 亦都介紹了這麼好的項目 Red Bank Riverside 而今集的海外物件透視 亦都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JC 達北 地方 發展 美 toxins importante 那 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